下面我们来学习慢性学性骨子炎 慢性学性骨子炎 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说了比语 它主要比语都是极细有华龙性骨子炎 没有彻底的好转 反反复复发作 并成千炎 就变成了慢性学性骨子炎 所以你追问必语 这是慢性学性骨子炎 常常有一个什么极性学性骨子炎的病史 所以没好完 那么它就变成了慢性 慢性骨子炎一旦发生难以治疗 一般都会前沿很多年 甚至有些农村老百姓 二十年三十年都都在 他就会告诉你 医生我在二十年三十年之前 这个地方有一个窟窿眼 窟窿眼就是老百姓说的度到 我们说窟到 老百姓说窟窿眼 他就经常流水出来 经常流农出来 有时候一年还搞几次 然后还说不定还华日寒战 一流农又好了 我这个眼子就没有什么 封闭到 没好过 一直二十年三十年了 所以你看到老大爷 老大妈经常出现这种病史 一旦看到这什么痘痘 一旦他有什么 死骨渣子 骨渣子流出来 那就什么 那就死骨 那就是典型的 慢性骨子炎 所以慢性骨子炎的病程可以千言不语 那么他最主要的 大家注意他的病例改变 也是他的临床表现 就这八个字 四个 哎 体征哪一个 死骨 骨壳 痘到 半痕 哎 其中在这八个字中间最最重要的 干什么 开始 只要有死骨 只要有死骨 星辰 不管他流出来没流出来 二个字光一照 有死骨 哎 你痘到一流出来有死骨 那就证明这个病人绝对是慢性骨子炎 所以大家做起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哎 死骨 那么对急性骨子炎有没有 有 有骨头暗死 但是 但是病情是早期 那个病成一天 几天几天 这种慢性骨子炎是连击 所以以天气的这种死骨 整他的急性骨子炎 以连击 病成以连击 很多很多年 那么死骨 闭在眼睛 给他整的慢性骨子炎 哎 这就大的特点 好 第二个是骨壳 在周围 形成这种新意识的骨 那么包裹在一起 我们把它叫做骨壳 形成 大家看 还有一种 是痘套 经久不易的 皮肤上面流的个痘套 哎 经久不易的流龙啊 流水 流死骨 这就是我们就要痘到 还有一种是半痕形成 周围周围的半痕形成 好了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所说的啊 这个病理改变 好 我们再来看看 呃 他的瘤状表现 瘤状表现 大家再继续了啊 我们再来看看全身症状 慢性骨子炎 一般没有全身症状 但是 慢性骨子炎 即使你滑坐的时候 他有全身症状 吸全身症状 跟我们即性骨子炎一个样 我一看华热 高热 哎呀这个血症状中 中毒症状跟我们即性骨子炎是一样的 所以这种慢性骨子炎 偶尔他会即性滑坐 在什么时候滑坐 把这个痘套堵到了 农业出不来 哎 他就即性又滑坐了 所以他就拿外星中央告到了 我一年中央滑一两次 哎 有的是什么是三四次 这就是什么 偶尔一个大的这个死骨片 把这个皮肤上的痘套堵到了 农业出不来 那么就中毒 哎 慢性骨子炎就即性化作 那么即性化作的处理 就跟即性骨子炎一样 过几天 又好了 好了之后他无论完全好 为什么 痘套还在这 死骨还在这 所以这种病人 哎 就一直在这里流浓 痘套里面流浓 流死骨 经久不育 所以看到这种题目 有痘套 有烧死骨 经久不育 那就是我们慢性骨子炎 即性化作这个有红肿热痛 慢性骨子炎 没有即性化作这个 没有红肿热痛 只有这些痘套 流死骨 经久不育 好了 经常化作 今天化作明天化作 那么患者会争出 哎 舍舍又成作 甚至这个病人会导致 病性骨子 哎 这就他的什么 零床表现啊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诊断了 诊断第一个 根据他的病死 慢性骨子炎 大多数都有即性骨子炎的 这种病死 所以你过去的追问 这种病死 常常就有即性骨子炎 那种病死 所以你过去追问 哎 二十年之前 你吃不化过慢性 即性骨子炎 他会告诉你 跟你讲得很清楚 为什么 那是他终身 最痛的 又会沾向痛 所以他刻骨骨心 自从那之后 这个腿上面 这个眼睛没好过 这个痘道就一直流浓 没好过 所以他对那是刻骨骨心 即使病死 过去了二十年三十年 他好像在昨天一样 跟你讲到 所以他就绝对会记得 即性骨子炎的化妆病死 他的症状表现 大家注意了 慢性骨子炎 假设 即性化妆 那么他局部 具有 红肿热痛 功能障碍 还有全身中的症状 未好化日 假如这个病人 来看病的时候 没有即性化作 那么他就跟你说 我这个痘道 老百姓叫动了 我们就要痘道了 痘道里面 死不死的 流点农业出来 流点死骨出来 只要看你这么 他肯定说是骨渣子流出来 什么叫骨渣子 死骨吗 死骨的小脆片流出来 那么基本上就个确诊 你其实不做任何检查 也个确诊 你假如拍一个二二光片 那么这些 慢性骨子炎的 四大症状都可能出现 什么死骨了 包翘了 死枪了 这些都可能出现 好了 假如这个CT 那么对这些小型的弄枪 小型的死骨 比死 X线还看得清楚 好了 假如你想了解这个痘道 就即是复杂的 还是耽搁的 还可以进行痘道照应 就是消毒之后 把这个点水压 从来痘到里面打进去 可以显示这个农枪的大小方向 究竟延伸到什么地方去了 都可能出现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诊断 慢性骨子炎的诊断 好了 我们看看治疗 治疗大家注意了 慢性骨子炎在我的印象中 好像没有一个制装好的 都要开刀 为什么 因为它里面有死骨 有包翘 这死骨不打出来 它怎么长好了 所以大家注意了 慢性骨子炎不开刀是好不了的 那么它一定要进行手术 收拾的原则就三个 这三个原则 希望大家注意 考过啊 我记得91年还是97年考过 消除死骨 肉压肘子 消灭死枪 刚才我们说 不是死枪吗 把死枪消除 肉压肘子 这些半分的 肉压肘子要消除 死骨要消除 所以这叫它收拾原则 这三个收拾原则 很短小进化 注意它考虑 还有这个问题 所以大家要背得很准确 好了 我们看到收拾指针是什么 收拾指针 我刚才说了 慢性骨子炎 最主要的它不能预和 就是因为有死骨 所以一定要把这些什么 死骨改干掉 因此有死骨形成的 一定是它的收拾指针 因为死骨一旦形成 那么它是没办法好的 第二个 有死枪不斗刀牛龙 我刚才说 一旦有牛龙 它能自己好 不能 一旦有死枪 它也不会自己好 所以一旦有死枪 斗刀牛龙的 都应该手术指针 好 哪些是手术的经济症 在急性化作期 肯定不能做手术了 为什么 它本来慢性骨子炎 急性化作的时候 你在跟它又做手术 很可能这个病人感染扩散 要了病人的命 所以大家注意 这种手术的经济症 一定是 急性化作期 急性化作期 是它手术经济症 好了 第二个是大块死骨形成 包销会重回形成 大家注意 有死骨 但是包装外面的包销 没有重回形成 证明这个 炎症还在继续化身 所以不能手术 大家注意了 包销已经形成 就长成熟了 就跟我们笼包长成熟了一样 那是可以手术 但是包销没有形成呢 就跟笼包一样 笼包还没有什么形成 就没有长熟 就不能笼中切开 跟这个你就这样记 就包销 你给它记成笼包一样 包销充分形成 长好了 赶快拆了 包销没有形成 这是经济症 手术怎么做 变着新竹术 变着新竹术就跟那个什么 结合式一样 大家注意啊 变着新竹术就把这些死骨死腔 包销全部清除掉 这就是 大家注意 还有一些特殊的方法 你比如说 你变着新竹术就把这个死骨 全部拿掉了 这个地方空来一旦大骨子 去骨确实很大 你从事还要止骨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那些不重要的地方 慢性骨子炎经常发作 你比如说 雷骨骨子 肥骨骨子 雷骨的慢性骨子炎 肥骨的慢性骨子炎 恰过一 这些东西 对人体来说不重要 可以直接给它切了 那不是以鸟为鸟吗 所以那是最好的 所以偶尔有这些不重要的骨子 假如慢性骨子炎经常发作 没有什么办法 还并着清楚什么了 直接给它干掉 就完了 把这些骨给切掉 这就是它的治疗方法 这些治疗方法经常考 希望大家到这个地方 相信上我 这个考的资疗考的多的 比你那个急性骨子炎 还要考的多 希望大家引起注意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 1994年这个尸体大家看 这个尸体比较简单 因为这是老旧的尸体比较简单 大家看 换人八岁 筋骨中上端有慢性骨子炎 他也告诉了这个病人是慢性骨子炎 并且是筋骨中上端 跟大家说过 我是筋骨中上端 老板先生穷骨头 一旦发生慢性骨子炎 一旦发生感染 并不愈好 不愈愈好 我还要跟他说了 这是我们骨科医生的粉末 很多医疗纠纷就出现在这儿 好了 大家看看 一般情况好 体温不高 局部有流龙痘痘 流龙痘痘 这是电性的慢性骨子炎的表现 而这些有十公分长的证断事故 大家注意 有事故 但是周围有不连续性的骨效 有不连续性的骨效 证明他这个骨效长成熟没有 没有 没成熟 我跟大家说过 由石骨形成骨效形成完整 那么是手术之争 骨效假设没有形成完整 就跟我们的长龙包一样 还没长成熟 没有长成龙虫 能不能开刀 不能开刀 所以当前主要是治疗性 主要方法是 由于周围有不连续性的骨效 所以说明这个骨效没有形成完整 不能手术 所以就把这个手术项都干掉 主要手术方法 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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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手术的一 拿着就要给他干掉 所以答案只在底一中产生 好了 究竟是打底还是打一 换之长腿 石膏管心固定 开创换样 诶 就是说 打个管心石膏 然后再开创换样 第二个是局部换样 保持引力动脏 就是不打 一个打管心石膏 一个不打管心石膏 大家看看 净骨的中上蛋骨子 诶 这个病人假如慢性骨子 很可能怎么样 诶 这个病人一走路怎么样 崩登 病性骨折了 是不是 为了预防这种病理性骨折 诶 可以打个管心石膏固定 换药也好换 又不会病理性骨折 所以正确答案打底 而不打一 假如你不用管心石膏固定 很可能这个病人走路 摔一跤 或者走路快一点 怎么样 突然一倒地 那这个病人就骨折了 那么就是用一个小的慢性骨折炎 还和平骨折 那处理来更麻烦 所以这种病人预防 为了预防病性骨折 应该打地 而不打一 所以地或一就这么来的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 2015年考虑这个慢性骨折炎的资料 它的不恰当的处理是 要你把那个不恰当的处理找出来 大家看 单位 清楚运照消灭 实现三个创口愈惑 这是其慢性骨折炎的 治疗的基本要求 单位 可将不重要部位的病骨 诊断切除 我刚才说了 加这个慢性骨折炎是不重要的部位 你比如说肺骨 内骨 恰恰恰恰恰恰 这种地方都不重要 为什么 我们进行骨折炎的时候 假如要自体骨折炎就去这三个地方 所以这些不重要的地方 这些骨头可以切掉 加得了慢性骨折炎 所以必正确 但是 病人是经济无益 可考虑实行节奏 假如这个病人是慢性骨折炎 经济无益三四年四十年 那怎么样 干脆节奏 这个最简单 是不是 所以 但是也正确 但 那么就是不正确处理 那正确答案为第 大家看 极性化作是抗生素治疗 病状禁止疗 也就是极性化作的时候 还需要作为病状禁止疗 还需要做手术 能不能说 肯定不能做嘛 极性化作是手术经济症 我也是嘛 你这个病人 慢性骨折炎 已经极性化作 你能做手术吗 感染到处扩散了 那么他最后 感染休克死掉了 找死呀 所以 极性化作是慢性骨折炎的 手术经济症 因此 那么第一 是绝对错误了他一下 所以 最后打你